下一种犯罪是76节 妨碍司法罪 这些犯罪还是要稍微注意点 违证罪 违证罪它是在刑事诉讼中 证人 鉴定人 记录人 方译人 对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 故意做虚假的证明 鉴定记录方译 意图陷害它 所以它的主体一定是证人 鉴定人 记录人 方译人 它只能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通常是立案之后 因为如果在立案之前 这个做假证明的话 通常是包庇 那如果在这个诉讼前 如果做虚假告发的 那一般就是无告陷害 当然了 这个包庇跟伪证也可能会出现 禁合关系 之后呢 我们还会给大家讲 那再次提醒各位啊 伪证罪它是发生在刑事诉讼中 所以如果明示诉讼中中 做伪证 那它就不构成伪证罪 关于伪证罪啊 待会我们会有一个表格 一起来做一个总结啊 那第二个罪名是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碍出证罪啊 那么它也是发生在刑事诉讼过程中 主体呢 是辩护人和诉讼代理人 那主要是律师 所以这个罪名呢 又被称之为律师啊 被证罪啊 那这个罪名最可怕的呢 其实是它的第三款 威胁引诱证明 因为引诱啊 其实是不太好判断的 因为引诱呢 包括物理引诱 也包括精神引诱 包括作为引诱 也包括不作为引诱 包括情感引诱 包括各种引诱 甚至发展到啊 这个李庄案件著名的眼神引诱 因为它奇奇怪怪的 咋了几下眼神 就被认定为引诱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对引诱这个条法 要进行一定的线索 一定的线索 这也是为什么法条306条第二款 它有一个规定 说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提供出示引诱的证人证言 或者其他证据施实 不是有意伪造的 不属于伪造证据 当然这本身属于一种提示性条法 好 307条有一个 防害作证罪 是以暴力威胁 汇埋等方法 阻止证人作证 或指使证人作为证 然后还有一个罪名 叫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罪 如果帮助当事人 毁灭伪造证据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下的几途刑 好 那这四个罪呢 我们构成要件都给大家说了 为了帮助大家更好的理解 我建议大家就直接看一下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呢 写得更清楚啊 首先呢 是伪证罪 伪证罪的这个主体是证人 鉴定人 记录人 方语人 当然这个证人可以做扩张解释 他是可以包括被害人 他发生在刑事诉讼中 一般来说是立案之后 他的行为方式呢 是对案件有重要关系的情节 故意做虚假的证明 鉴定 记录方译 意图陷害他人 所以引力追逐 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禁合关系 如果沾山杀人 教授理事为他做伪证 理事构成伪证罪 但沾山并不构成伪证罪的教授犯 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杀完人 总是千方百计 想逍遥法案 那第二呢 是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 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碍做证罪 它也是发生在 刑事诉讼过程中 主体是辩护人 和诉讼代理 一般来说是律师 所以这里各位 也要注意一个 禁合关系 如果律师说是 证人做伪证 那证人呢 当然构成的是伪证罪 而律师呢 就直接构成的是 辩护人 妨碍做证罪 这个无需再定 伪证罪的教授法 因为这种教授行为 已经被独立成罪 属于非实行行为的实行化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看到354页的点击 妨碍做证罪 和辩护人妨碍做证罪 其实都是典型的 非实行行为的实行化 它不再以教授犯人数 那第三个是妨碍做证罪 妨碍做证罪的主体呢 其实是一般人 还包括被告人自己 它既可以在刑事诉讼中 又可以在其他诉讼中 所以在民事诉讼中 也可能构成妨碍做证 那妨碍做证的行为方式 有暴力威胁 汇满等方式阻止证人做证 或指使他人作为证 所以大家注意没有 这个等必须要跟暴力威胁 汇满等方式 具有等价值行 你比如说 采取这个殴打的方式 那肯定就属于威胁 但是呢 如果你把证人调离 派证人去海外工作 这种妨碍做证 那他就不能够认定 为妨碍做证罪 因为他跟暴力威胁会满 这个方法不具有等价值行 如果你在证人作证那天 给他下泄药 让他拉肚子去不了 那我们觉得跟暴力威胁 那具有等价值行 但是呢 如果你采取摄诱的方法 来通过美人计 来让他没法作证 那这个叫不叫呢 这个其实可能属于什么呀 可能属于指使他人作为证 因为你通过美人计 那这个美人就跟他说 那你就别去了呗 你何必要去呢 那这个叫指使他人作为 那是如果你通过美人计 只是让他从此君王不早朝 让他当务了当天去作证 那我看既不能属于暴力威胁会满 的等价值性 也不属于指使 那他就不构成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种等价值性的解释方法 而且我还想特别提醒各位看到 352月 小提醒 在民事诉讼中做伪证不构成伪证 但是民事诉讼中的证人毁灭证据 是构成帮助毁灭证据 在民事诉讼中 如果当事人采取暴力威胁会买等方法 阻止证人作证 或指使他人作伪证 也是构成妨害作证罪 关于妨害作证罪 最重要的其实还是禁和论的问题 如果张三杀人 教授理事为他作伪证 理事构成伪证罪 张三不构成伪证罪的教授法 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但是他如果采取暴力威胁会买的方法 说是他人作伪证 那么就可以构成妨害作证罪 这其实把伪证的教授犯 给独立成罪 我们刚才也讲过 如果辩护律师采取暴力 指使他人作伪证 那直接构成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这个大家要特别特别注意 当然了我始终认为 306条辩护人妨害作证罪 这个引诱条法是不太合理的 因为诱贡 其实最常见的诱贡发生在哪里 发生在司法机关 但是司法机关的诱贡是不受处罚的 那为什么律师的诱贡受处罚的 这个是不公平的 可能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误的观点 认为司法机关是打击坏人 律师是帮坏人 那如果你持这种观点 那你可能还缺乏基本的法制观 因为司法机关和律师的工作使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我再次提醒各位 不要把职业的神圣投入到每个从事职业人的身上 因为每个个体内心都有优暗的成分 所以不要认为你的职业本身是高尚的 就代表你这个人是高尚的 这两者是不能画等号的 很多时候职业的高尚可能会让从事这个职业的人陷入一种自欺之中 认为自己总是在从事高尚的职业 于是你的人也变得高尚 那就很容易出现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的行为都必须受到法律规则的约束 都必须要遵守程序证 我始终认为司法机关和律师的使命是一样的 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 法律的证明 所以如果一个司法人员能够虚心的倾听律师的观点 那其实你要很敢 如果律师拼命的在法庭上不断的告诉我们法官 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个地方有问题 其实也是可以避免我们的法官判处案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从来都认为 律师和检察机关其实都可以看成是法官的助手 帮助我们的司法工作人员能够细心的办好案 不至于办错案 所以千万不要再用那种司法机关打击坏人 律师帮助坏人的这种观念来看待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叫做律师为什么为坏人做辩护 大家坏人家双脑 有些人可能只是情绪性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该怎么去思考 他的脑海中充满着各种标语 充满着各种语断 所以很多人说你别说了 说的巧色如环 反正律师就是坏人 所以对于这种人 我就真的期待你不要哪一天也成为犯罪嫌疑 如果哪天你被冤枉成为了犯罪嫌疑 这个时候你才可能会知道辩护制度的意义之所在 好 这个提醒各位要特别的注意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主体是一般人 当然不包括被告人本人 所以假以两个人偷东西 假把乙的指纹抹掉 乙把假的指纹抹掉 这个不包 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因为缺乏期待可能性 但是我们之前讲过2014年一大考译 沾桑杀人了 理事教授 沾桑到现场把血迹给抹掉 所以沾桑把血迹给抹掉 那沾桑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但理事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因为两者其实是在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的范围内成立共同犯罪 只是沾桑属于本犯 他是杀人犯 他缺乏期待可能性 责任主权 那教授者单独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好 那如果是辩护律师在刑事案件中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那就直接构成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罪 这个大家要注意 但如果事先通谋 事后帮助毁灭伪造证据 那他其实就属于共同犯罪 这个其实也非常非常 张商和李氏有不正当男女关系 这一天张商又被老公亡武打了 跑到李氏家哭哭啼啼 李氏心都碎了 说明天我一定要来一个终极解决方案 这样我们俩就能做长久夫妻 说明天早上你带孩子回两家 我一定要给你老公来一个终极灭亡计划 女的对男的说千万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命走的时候还对张商说千万别冲动 冲动是魔鬼 结果第二天早上机还没有醒 四点多就带着孩子去了两家 这个十二个小时下午四点回到了家 发言老公已经成为一具尸体了 旁边站着他的相好 他对相好说 你怎么老是那么冲动 还干这干嘛 赶快把这个死鬼的尸体给买 那两人把尸体给买 那请问这个女的够不够成帮助毁灭到政治罪 我们认为她就不够成 那么很明显两人属于共同犯罪 因为属于事先通谋事后犯罪 那就成立故意杀人罪的共同犯罪 这个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 总之呢 这个表格 我再次提醒各位 妨害作证 这个的静和关系问题 这个非常非常的重要 沾山酒后驾车 然后呢 这个 茶酒驾 然后让附座的人跟他换个瑞子 给附座的人一笔钱 那么显然沾山构成危险驾驶水 但其实还构成说是他人作为这 那通过会买的方法 所以还构成皇害作证税 那就应该以危险驾驶罪和防害作证罪 实施宿罪并罚 好 虚假诉讼 虚假诉讼呢 现在也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条件 有很多从事民事辩护 民事诉讼的律师 因为对刑事方面不熟悉 有个别律师呢 也因为虚假诉讼被抓 所以呢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关于虚假诉讼 他的认定 那为了限说虚假诉讼 我们现在的虚假诉讼呢 他只包括无中生有性 不包括不分创改性 你欠张三五十万 那么张三在五十万后面加了个零 说你欠他五百万 那这个就不叫无中生有 这叫不分创改 既然是不分创改 那就不构成虚假诉讼 除非你根本没有欠他钱 你伪扎证据 说他欠你五十万 这种无中生有才构成虚假诉讼 而且各位一定要注意 虚假诉讼的实刑犯 只能是原告 不包括被告 不包括被告 然后呢 虚假诉讼 他的这个这个 包括两种类型 一种是单方欺诈 一种是双方创通 单方欺诈很简单 原告伪造证据骗法 双方创通呢 其实就是原告和被告 合起火来 一起骗法 这个叫虚假诉讼 那虚假诉讼呢 可能主要是要注意 他跟诈骗罪的关系 如果既符合虚假诉讼 又符合诈骗 那想象竟何从一种 所以最典型的案件 比如说假儿子案 张三的老伴去世 留了一套房 那他和孩子都是继承人 但是呢老头对儿子呢 很讨厌 觉得儿子不孝顺 不想把这个房给儿子 所以就找了一个假儿子 把这个假儿子给告 让假儿子冒充真儿子 到法庭去应诉 所以这个假儿子在法庭 痛哭流涕 说我不孝 还我不要 所以法院就上当 那么很明显 这构成虚假诉讼 同时呢 法院上当了 但是谁遭受财务损失呢 真马只遭受财务损失 那因此呢 还可以构成诈骗 那就想象竟何 从一种损 第二呢 是只构成 虚假诉讼 不构成诈骗 这种情况也很常见 著名的案件如死鬼案 张三的老公在日本打黑工 每个月都给张三 寄很多很多钱 想着在遥远的地方的张三 他老公理事 心理就产生了很多蜜 所以干活特别有劲 但是张三居然爱上了别人 不仅爱上了别人 还想和别人成为长久夫妻 于是就宣告他老公死亡 到法院去告 因为有五年 没见到人 宣告他老公死亡 所以他老公在名义上 就成为一个死人 这样 这个女的就跟那个男的领了证 但是呢 这个男的在日本 还一直打黑工 给老婆寄钱 只是后来日本政府 清理黑工市场 这个男的就回国了 亡者归来 结果发现 自己老婆跟另外一个男的 生活在一起 气坏了 那现在这就属于典型的虚假诉说 因为你到法院 说自己老公死了 其实你知道自己老公没死 这个就构成虚假诉说 但是他构不构成诈骗罪 构不构成对日本的老公的诈骗 因为你骗了 你如果告诉我 你爱上别人了 我的心里就没有力了 也就不可能给你寄钱了 对吧 所以你欺骗了我 但是这构不构成诈骗 这里的关键就在于 这个女的构不构成重婚了 各位觉得 有同学说 这怎么构成重婚 之前的婚姻解除了 但是如果你问问普通老百姓 你说这里的构成重婚 普通老百姓可能都认为构成 但你学习到法律 就认为不构成 你的水平怎么 就比一般老百姓高那么多 你其实高那么多 可能你的水平就是错 因为只要你的逻辑 跟我们的法律直觉 跟法律逻辑 跟我们的道德直觉相从 很有可能这种逻辑是错 其实我告诉你 就是标准的重婚 因为他当时欺骗了法院 所以导致这个判决是无效的 那么当然第一个婚姻还是有效 那么又搞了第二个婚姻 所以妥妥的重婚 既然构成重婚 他第一个婚姻是有效 那既然就不可能构成 对自己丈夫的诈骗 对吧 因为其实很难构成 对丈夫的诈骗 很多丈夫都弄小金库 你说构成小金库 难道构成盗窃吗 对吧 那肯定不构成 所以这是第二种情况 死鬼案构成诈骗罪 构成虚假诉讼罪 但不构成诈骗罪 所以在这个案件中 虚假诉讼和重婚诉罪并化 那第三个是只构成诈骗 但不构成这个虚假诉讼罪 这个也是很常见的 你比如说 这个被告被造证据 这个原告把被告给告了 说被告没还钱 结果被告说我还钱了 伪造的证据 欺骗法律 因为被告不可能 单独构成虚假诉讼罪 被告和原告 只可能成立共同犯罪的虚假诉讼 双方创通 就像第一个案件 这个 这个假儿子案 原告和被告 何几伙来骗法律 那原告和被告就构成虚假诉讼罪的共同犯罪 而在我们刚才的第三个案件 是被告单独伪造证据 骗法员 不想还原告的钱 那他就不构成虚假诉讼罪 但是可以构成诈骗罪 这个大家要特别注意 那么虚假诉讼罪 它是以法院受理作为计罪标准 不是以法院判 法院受理就作为计罪标准 当然如果行为人虽然以猎噪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 但法院并未受理 那他就是未遂 好 窝藏包庇 窝藏包庇是一个选择性罪 什么叫做窝藏 窝藏是提供隐藏的处所或财务帮助逃跑 那这里的窝藏 它就是一种物理性的帮助 其实不包括精神性帮助 因为法条后面没有说一个等 所以单纯的 警察来追 你说警察来了 那么这种情况 我看就不能够成窝藏罪 因为法条说的是提供隐藏的处所财务 后来没有说一个等 日本国认为精神窝藏构成犯罪 但是我国刑法后面没有一个等 法务明文规定不为罪 法务明文规定不处罚 那么司法解释呢 规定了一些情况 各位可以去看一看 这些显然都是一种物理性的窝藏 那司法解释呢 还对取保候审的保证人有特别的规定 说保证人在犯罪的人取保候审期间 协助其讨历 或者知道犯罪的人的藏匿地点 联系方式 但拒绝提供 可以构成窝藏罪 这其实是一种不作为的窝藏 而包庇 那他其实就是作假证明 包庇犯罪的 是指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的证明材料 使犯罪分子逃避形式追究 所以司法解释呢 也有一些规定 第一呢 是最典型的 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冒名顶替 那冒名顶替 第二呢 是故意向司法机关 做虚假的陈述 或者提供虚假证明 以证明犯罪的人 没有实施犯罪行为 或者犯罪的人所实施的行为 不构成犯罪 故意向司法机关提供虚假证明 证明犯罪人 存在一些从宽的情节 这些人是包庇 这些人是包庇 当然窝藏包庇的对象是犯罪人 这个犯罪人并不需要是定的罪的人 准确的说 他只要符合构成要件的 该弹性和违法性 我们认为就属于犯罪人 所以一个13岁的人杀人 以窝藏包庇的 我们认为也构成窝藏包庇罪 主观上他是故意犯罪 而且必须要具备明知 那所有的人被抓都会说不知道 所以这个明知呢 要进行推定 要进行推定 那如果事先有通谋 事后窝藏 那显然就是共同犯罪 所以条文所说的 以共同犯罪论 那是一个典型的诸位规定 那窝藏包庇跟伪证啊 可能会出现禁合关系 那伪证的主体呢 是特殊主体啊 证人鉴定人啊 记录人和翻译人 但窝藏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 伪证罪只能发生在形式诉讼过程中 啊窝藏包庇罪呢 可以是形式诉讼过程中 也可以在之前发生的 但是我再次提醒大家注意 两个罪有可能出现禁合关系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张三罪就驾车啊 然后前方查车 然后对副座的理事说 来兄弟能给我调个座吗 啊 理事说调个座可以 但关键看你给多少钱啊 所以最后呢啊 张三就给了钱给理事啊 那么很明显在这种情况下 理事他构成的是包庇罪啊 因为冒名给提 同时他还构成伪证罪 那因为他其实如果定张三伪证 定张三危险驾驶的话 那附座的那个人 他其实是一个证人 所以他做了一个假证 既构成包庇罪 又构成伪证罪 那他就想象性和 从一做罪 当然了 如果对于张三 你花钱让别人做伪证 那你既构成危险驾驶 我刚才说过 主动花钱让别人做伪证 那你还构成妨害作证 数据便宝 这个罪跟帮助毁灭 伪造证据罪的区别 那这个是很简单 首先呢 发生的场合不一样 第二呢 对象不一样 其实最重要是 行为方式不一样 两者最关键的区别在于 是否提供假证明欺骗司法机关 单纯的毁灭重罪 有罪证据行为本身 仅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 但如果伪造无罪最轻的证据 并向司法机关出示的行为 那其实既是包庇 又是帮助毁灭毁造证据 从一重罪 最后认定包庇罪 这个大家注意 就是两者其实是有进口关系的 好 单纯的知情不举 不构成单纯 但是有三个罪例外 各位看一眼 然后还要注意特殊包庇 我刚才说过通风暴性呢 它一般不构成犯罪 但是有一种特殊的通风暴性 构成犯罪 就是旅馆业 饮食服务业 文化娱乐业 出租汽车业 在公安机关查处 耐营嫖缠过程中 为违法犯罪分子通风暴毁 那就构成包庇罪 这其实是一种典型的理智规定 因为帮助别人逃跑 其实是一种精神窝藏 而且呢 这个包庇和窝藏的对象 都得是犯罪分子 但麦银嫖缠 其实不是犯罪分子 所以这是一种典型的理智规定 把这种通风暴性 理智为包庇罪 然后还有两种特殊的包庇 被独立成罪 一种是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罪 一种是包庇走私贩卖运输 制造部分罪 这个也提醒大家注意 还有一种被经常使用的罪名 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犯罪所得收益罪 那之前我们在讲洗钱罪 也给大家讲过 明知道是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 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者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 就是把黑钱变成了白钱或变成了灰钱 以各种方法把黑钱变成了白钱 这个或者灰钱 那么大家注意 我们2021年的刑罚 这个新的解释 其实扩大了这个罪的使用 以前这个罪 它是有数额标准的 现在没有数额标准 只要你知道别人犯罪 然后把它犯罪所得到的东西 于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 或以各种方法掩饰隐瞒 就可以构成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它的主体可以是自然人 也可以是单位 那主观罪责必须是故意 要明知是犯罪所得 及其产生的收益 那所有的人被抓都会说不知道 所以这个名字既包括自然名字 又包括推定名字 你说你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凌晨三点去收购 你说我就是早上交通好啊 那你为什么平常收购 都是早上十点收购 而且你收购的价格 明显要低于市价的三分之二 哪有那么便宜 所以那这就足以推定 你其实知道是账物的啊 所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它是非常非常广泛的一种犯罪 啊 你比如说啊 呃 这个这个 张三是人贩子 拐了一个女的啊 那么你购买了这个女的 你够不够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那这里面可能大家要注意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它必须是物 那如果买了一个人 那还是应该进收买被管卖的妇女儿来 所以大家也会发现 收买被管卖的妇女儿童刑罚 确实比较低 因为买了一个活人啊 才是三年以下 但是买了一个张物 那他就是三年以下 加重刑就可以到三到七年啊 就最高可以判七年啊 谎言之啊 张三抓了八十八只癞蛤蟆 你知道他的癞蛤蟆是非法狩猎所得 但是你喜欢吃癞蛤蟆 你买了这八十八只癞蛤蟆 那你也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或者张三啊 要配殷婚啊 所以呢 李氏挖了一具尸体啊 张三为了配殷婚啊 买了一具尸体啊 那他构成什么罪呢 啊 他肯定不构成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 啊 他构成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因为你知道他盗窃尸体 你愈然予以够买 不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啊 最高是可以判七年有其屠心 活人最高才判三年啊 尸体啊 最高 死的 还能判七年啊 这明显会出现一个不匹配的现象 好 那法条禁合啊 这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是一个大权啊 在这个大权里面呢 有若干特别罪啊 一个是洗钱罪啊 一个呢 是这个这个啊 非法啊 收购运输 盗罚烂罚零物罪啊 还有一个危害珍贵 宾威野生动物罪 为什么危害珍贵 宾威野生动物罪 也是特殊的啊 你比如说 你知道他这个动物啊 是他搞来的 那你依然购买 因为买和卖啊 他都构成危害珍贵 宾威野生动物罪啊 这个提醒各位啊 要特别注意 那但是如果不是一级动物和二级动物 是癞蛤蟆这种三有动物 那么啊 捕癞蛤蟆的定的是非法收入罪啊 这个买癞蛤蟆那就构成掩饰隐瞒犯罪 而我希望给大家表达清楚 如果大家还是不清楚 其实看到367页的法条就可以啊 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啊 他有一个非法收购啊 所以你抓了一只大熊猫 然后我给他买了啊 那这只大熊猫其实属于张物 但是你收购啊 这不定也是隐瞒犯罪 这直接就定危害珍贵宾威野生动物罪 希望大家注意 但是如果你抓的是癞蛤蟆啊 八十八只癞蛤蟆啊 那定的就是非法狩猎者啊 但是如果你明知道 他是非法狩猎者的 却依然购买的话 却依然购买的话啊 那么就应该定的是 掩饰隐瞒犯罪 但是细心的同学发现到 是不是不对不对 你看别人刑法修正案 实义有一个罪名叫 非法收购陆生野生动物罪 那是不是应该定这个罪 会更合适一点 我觉得同学们的眼神 其实很尖的 但是这个罪 它是要以实用为例 所以关键看你买癞蛤蟆干嘛 如果买癞蛤蟆呢 是为了吃 那确实是定非法收购 陆生野生动物罪 但如果你买癞蛤蟆不是为了吃 你买癞蛤蟆呢 是为了做面膜 因为你要让你的脸变得 和癞蛤蟆一样的光滑 那这个就不能叫实用吧 那就还是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好了我讲这些多 我感觉都已经进入到深海区 因为它其实不可能会讨论 总之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罪是一个大权 大权里面呢 有若干个小圈 特别注意它跟洗钱的区别 其实这是大家要注意的 你从事金融诈骗 然后去洗钱 这个是金融诈骗和洗钱 但是如果你从事垫炸 然后去洗钱 因为垫炸只能构成诈骗罪 然后你洗钱 那它就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 那它就不可罚了 但是帮你洗钱的人 本身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这个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 这才是考试的焦点 好脱逃罪 脱逃罪的主体呢 既包括已决犯又包括未决犯 它包括罪犯被告人和犯罪嫌疑 从监狱跑了出来 所以张三因为杀人被抓 在监狱里面觉得伙食不好 挖了一条地道跑了出来 过了几天觉得外面伙食更不好 又回去了 所以张三构成故意杀人罪 对吧 然后构成脱逃罪 让他的脱逃属于自首 这个脱逃属于自首 然后刑法中还有一个什么罪名呢 还有一个这个 破坏监管秩序罪 破坏监管秩序罪呢 他的主体呢 那一定得是被羁押的人 那必须是这个已决犯 就是已经被判刑的人 而这个脱逃罪 我再次提醒各位 它既包括已决犯 也包括未决犯 因为它包括罪犯 被告人和犯罪 显影的 这个提醒各位要特别注意 拒捕执行判决裁定罪 它也是一个纯正的不作为 这个罪它是有单位犯罪 但是妨害公务罪是没有单位犯罪 所以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我这里面可能要特别提醒各位 注意新的一个法律 就是根据反家暴法 那这个呢 有一个特别提醒各位注意的 就是这个人身保护令 所以张张经常打老婆 那么后来他老婆申请人身保护令 在人身保护令期间 他就不能接触他 结果他根本都不在乎这个人身保护令 依然钱去打他老婆 那就有可能构成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